还有包仔饭酱汁 蒸鱼豉油 鲜虾酱油等等 还可以帮助餐饮企业 进行个性化定制酱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酱油美味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做一个切配 把它的虾背给开一刀 然后虾线也去掉了 冷锅下油是吗 对 每一只都裹一点生存 然后立刻丢到油锅里 现在这个过程呢 其实把这个虾给炸熟 这样子吃起来的虾熟 第一个会爽口 第二个不油腻 虾仁变成虾球了 现在已经是转成一圆了 为什么叫虾球 就是可以 好香啊 这样子混合好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 椰箱爆虾球就已经完成了 虾球也是非常有Q感 口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很开胃 特别